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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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门票是留给观众朋友的 今天是中超联赛第16轮的第一个比赛日 这也意味着联赛的下半程正式开始了 除了北京国安客场挑战长春亚特的这场比赛 本轮的中超联赛还有其他非常多的看点 下面的时间我们就简要的来了解一下 一场足球杯的较量让恒大暴汉出局 同时也让专制各种不服的旗帜 重新在郑州航海体育场树立起来 建业登上了国内足球新闻的头条 而连入两局的胶制则抢走了吉拉里诺手续的风格 而短短三天之后 中超联赛就为两只球队的作招再次提供了一台 这个罕见的背靠背赛程 更为本招比赛增添了丰富的遗憾 是河南建业队复制足鞋杯的冷门 还是名服出招 率领恒大队在联赛中雪耻 这些预测掉足了所有球迷的胃口 就球队实力和联赛战绩而言 双方依然差距直大 但困扰李皮的问题 除了要调整好恒大球员的心态 还有就是要尽快拿出一套在菜地球场上行之有效的战术 否则恒大队恐怕依然要被建业队的这个看家法宝 把你推脚 无论如何 恒大队再次阴沟翻船的可能性不会太大 那么如果国安在本轮仍然不能在客场全取三分 在争冠道路上 玉林军将会逐渐掉队 做客长春 这是国安四个连续客场的最后一战 球队将会继续面临缺冰少将的尴尬 好在足鞋杯上 顶替巴塔拉出场的邵嘉一 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加上国安已经渐入佳境 将阿德腾人的确证影响降临缩队 在二次传会期 长春亚太演员相当给力 不仅从恒大租界到了弘仁亮和赵鹏 前汉诺威96队和新胡斯蒂也是强力加盟 特别是鲁能高中风杨旭也会租界到了亚太 这让球队实力比胜了 唯一让人担心的就是亚太的主场成绩 上半赛季的八个主场 他们仅仅取得两场比赛的胜利 江苏顺天各场挑战贵州人和 这本是一场普通的连赛 但是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还是让这场对决变得有意思起来 高宏波再次率队面对救助 而贵州领队杨晨同样也是对决赵东奖 不过二次转会期刚刚从人和加盟顺分的良好 因为回避条款将无法处斩 贵州人和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连续遭遇重创 客场0比4惨败给副班长哈尔滨一门 足协杯主场0比3被国安淘汰 朱雄在贵阳奥地中心遭遇了幸运危机 好在刚刚过去的足协杯比赛 米西莫威奇和汉克两人大将 军赛替补喜丹尼保存了体力 顺天方面则是因为青奥会的原因 开启了坚固的连续各场模式 此前他们还从未在贵阳收获过胜利 高宏波能够率队打获这一尴尬的纪录吗 本周末的上海滩并不平静 联赛下半程刚一开始 上海得点将再次上演 更换了两名强力外员的绿地状态不错 双线作战连胜三场 而深信队则在联赛中 克场不敌内忧外患的阿尔滨 足协杯也是惊险战胜叶于球队 苏州紧赋才勉强进行 表现不能令人幸福 在双方的交锋记录上 绿地保持了三胜三平的不败战绩 上赛季的两回合比赛 以及两队本赛季的首次交手 绿地已经连胜三场 巴蒂斯塔和球队盼望将这样的强势延续下去 4比0横扫贵州茅台 哈尔滨一腾回到主场就让外界大吃一鸡 世纪大阵的升班马 渴望接着连续的主场作战 继续抢分倒局 不过本轮前来挑战的山南武能 却已经心非心底 各场0比平很大 又在童鞋飞各场辉球 弃走了广东负利 库卡和他的球队 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风雨雨之后 似乎正在慢慢地走上正回 联赛首回合的效量 首次踏上中超赛场的一腾 直到比赛临近结束前才高一丢酒 再次相遇 借助主场之力 一腾或许能够再次带来一个惊喜 细数了这么多别人家的看点 其实大家最关注的还是 郭安和亚伯队的这场比赛 刚才这些看点看完之后 大家会自己心里打一个算法 其实中超联赛下半程的开启之战 这一轮的比赛 现在看来对于郭安队来说 应该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 因为前面的球队 广州亨大和我们之间的积分差距 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后面的球队 对于国安队来说 现在追的其实是很紧的 现在长城亚太阳经过几个引员 这支球队好像信心 好像有非常高的 这种非常大这种提高 我觉得相对来说 对于国安队应该是个好事情 其实现在以国安队目前那种状态 所谓大家都认为 现在国安队人员不整 但是在某种意义来说 国安应该打出更好 那种反击的那种成效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当中 只要国安耐得住寂寞 有那种更足够的耐心 把自己的防线搞得更好一些的话 相信能够非常好的 能够攻破当时 现在的长城亚太阳球员 要耐得住寂寞 要有足够的耐心 也确实对于经常这两支 经常交手 而且有太多恩怨情仇的球队来说 彼此也都很了解 在这个时候耐心就显得尤为重要 下面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当中 北京国安队和长城亚太队交手的一个战绩 2011赛季 长城亚太在自己的主场 2比1击败了北京国安 但是国安队马上回到自己的主场 回敬了一个4比1 再接下来 国安队在对手的主场赢球 但是马上长城亚太又在宫铁赢了一个4比0 上一个赛季 2013赛季 北京国安队在主场赢了长城亚太 但是长城亚太在自己的主场也赢了国安 比分都是2比0 在这个赛季第一轮的交手当中 国安队是在主场1比0的比分击败了长城亚太 其实我们说和长城亚太的交手 大家马上会想到当年风体的那个雨夜 让国安队是和对手的积分差距拉大 但其实在我们身后上 这几个赛季真实的这种犬牙交错的交手情况 才是两支球队现在在过往历史成绩上的一个真实的体现 那西日导怎么看 今年的国安队目前来说 因为有些特殊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说巴萨拉在用商庭 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在进攻的时候 不能再像上个赛季的时候打得那么流畅 但是我觉得对于国安队目前来说 更应该把自己的防线搞得更加好一些 尤其是后卫线 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守门员或者禁区过远 我记得上个赛季当时0比2输给长城亚太的时候 就是因为开场没多久 让对方直接冲击两个中后位的身后 直接让对方的外援直接冲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 前20分钟必须要顶得住 对方这种狂轰烂炸的这种攻势 所以说大家看了这个大屏幕之后 也先别期待说我们还能4比0 或者是4比1的这样的比分击败对手 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的后防线稳固 然后再耐心的去寻求进攻线上 我们能够取得早早打破僵局的进球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的编辑就总结了 在中超联赛的这个间歇期回来之后 北京国安队和长城亚太队的一些相关的表现 我们来看首先是中超联赛的第15轮的比赛 北京国安1比2的比分输给了河南监业 但是长城亚太也没赢球 他们在自己的赌场2比3输给了杭州绿城 接下来足鞋杯的第三轮的比赛 北京国安队是1比0的比分 赢了沈阳中泽 而之前长城亚太2比3的比分输给了青岛中能 但那场比赛我们给大家进行了直播 其实亚太只带了4个替补球员去了青岛 场上的球员的战役也不强 所以那场比赛的参考意义不大 国安队上一轮3比0击败了贵州人和 我们且不说那场比赛贵州人和的表现 到底是能发挥了百分之多少的水平 但至少那场比赛 国安队在缺少巴塔拉的情况下应该说是找到了一种比较合理的进攻方法 那场比赛当时咱们俩进行了转播 当时我说了国安队现在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一个河达城前的后腰 因为现在国安队在巴塔拉缺阵没有这种很好的组织前腰的情况下 必须要从后卫线有很好的组织性后腰能够把这种进攻的流畅性组织起来 所以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中我们看到长春亚太这支球队在今年的比赛当中 他现在目前积15分不是偶然的 这个队每场球基本上都10分 所以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中对于国安队这种防守反击做的要非常的坚决 肯定能够在这方面打出那种进攻或者得分的成效 所以说刚才经过了西日岛的这一番点评和分析 我们总结出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防守 另外一个是耐心 这恐怕是在这场北京国安队客场作战的比赛当中所最为需要的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经常故事 经常之间到底有多少故事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有一本账 每个人也都有自己心目当中经常交手的经典 我们的编辑在接下来的时间也用一个片子为我们简单的讲述一下 北京国安和长春亚太这一队颇有渊源球队之间的故事 与抗衡了近20年的深花泰达相比 2006年才升入中超的长春亚太或许算不上是国安的宿敌 但是对于玉林军而言 这支球队也从来都不是一个好搞定的对手 2006年首次碰面 长春亚太就在自己的主场打得国安灰头土脸 最终4比1爆了大胜 由亚太主演的国安悲剧时 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尽管在首次交锋中就遭受到了球队史上少有的惨败 但说实话 当时依然没人会把长春亚太当成国安真正的对手 然而时间来到2007年 这个来自东北的新锐势力就彻底改变了所有人的看法 在那个让京城球迷心碎的风底雨夜 高宏波和长春亚太踩在国安身上抢过了争冠的主动权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 长春亚太对于国安的打击已经超过了联赛中的任何一个对手 要不是2009年国安成功夺冠 风底雨夜至今都会让京城球迷难以释坏 之后两年随着亚太的表现迅速下滑 国安曾在另一次风底雨夜一雪前迟 也曾在京开体育场取得过6比2这样酣畅淋漓的大胜 但是亚太留给国安的阴影却并未就此消散 2009年9月国安在争冠的关键时刻再一次对垒长春亚太 结果在国安队的主场亚太又一次扮演了阻击者的角色 曹天宝的点球与梅尔坎的补射让亚太队在公体笑到了最后 这是2009赛季国安在公体输掉的唯一一场比赛 也正是这场比赛之后 铁帅李章珠留下了我欠国安一个冠军的遗憾 即使导致李章珠下课的这场比赛 也被很多人认为是给国安最终夺冠奠定的基础 但是无论怎样身披中朝冠军的光环 国安与亚太之间的故事也暂时进入了另一半九项 2010赛季格里菲斯兄弟包版了那一名国安队阵亚太的全部三厘禁球 与林军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实现了对对手的赛季双杀 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胜利竞争球迷乃至国安的球员们 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他们开心 因为当时与亚太一同承受失利的是他们的老熟人沈祥福 2011赛季长春亚太在与国安的两场交量中先声夺人 不过人们更多记住的居然是徐龙等人与沈志导的师徒前身 而且在两队的第二次交访当中 帕契科麾下的粤连军就用一场4比1的大胜挣回了面子 那个在即之后 沈祥福从亚太黯然下克 帕契科则在国安走上神坛 然而在北京和长春两队的交锋史中 似乎始终都无法摆脱宿命二字 一年之后的公体曾经风光无限的帕契科 在北京的青田里品尝到了萧瑟的味道 0比4 这个公体史无前例的比分不仅让京城球迷感到了浓浓的秋寒 也让老胖彻底走向了神坛 当时葡萄牙人的处境像极了2009年的李江珠 不知道俱乐部如果让帕契科在那时候下课 还会不会有京城球迷几场送别的感恩一幕 2013赛季严谨的斯塔诺同样没能摆脱与前几任国安主帅相同的名誉 一场2比0 一场0比2 在两队的直接对话当中 又是谁都没有占到贴面 不过这并不是重点 赛季的最后一轮 深陷保级泥潭的长春亚太 不仅需要击派辽宁红运 同时还得祈祷北京国安 能够干掉自己的保级对手青岛忠能 于是有关两队此前的种种恩怨情仇 全被败解翻了出来 亚太人国安吃了这么多苦 国安还会帮他们吗 而最终御林军再次扮演了铁面判官的角色 送忠能降级的同时 也救了自己的老冤家一把 据说在赛后 与国安势不两立的长春球迷 甚至喊出了谢谢国安的口号 虽然不是两队你死我活的直接对话 但这次以得抱怨 依然会成为经常故事里新的经典 就是这样一支球队 让我们欢喜 让我们悠 刚才看了这个片子之后 西士岛在您脑海当中 印象最深的这两支球的交锋是哪一场 肯定是客场6比2 战胜长春亚太 因为那场球比赛当中 给我的感觉就是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么大的比分 可是往往在国安队能够沉得住气 能够把自己的防守搞得很好的前提下 往往能够有几次六次动分对手的一种防线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那场比赛那种经验 依然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适用 在那场比赛当中 我们可以去回忆一下 国安队确实是先立足好自己的防守 同时在进攻线上 有一些很大胆的勇于的尝试 也是帮助球队尽早的去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今天在巴塔拉缺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国安队在中前场更多的要依靠像德阳 像我们上一轮说过的像邵嘉一 这种冲击力的时候再去打对手的话 国安队会在哪些方面 相比上半个赛季的这些进阵中打法 有一些改变 首先在后腰的这个位置 尽快把球要过来 第一时间要了之后 马上把球推走边上 因为我们知道长阵亚太 在丢球的一瞬间 肯定会进行中前场的围墙 如果你过多的形成长传球 冲击对方的身后 德阳和邵嘉一的速度 并不是他们的优势 但是中路一旦拿好球 向边路推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张成邦的速度 就会从祖宫他的这种边路 打开一个缺口 接下来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 国安队备战的最新消息 昨天晚上北京国安队 在长春的金开体育场 进行了赛前的财场训练 面对阵容升级的长春亚太 玉林军已经做好了 那要打一场恶仗的准备 经历了两场足迭杯赛 和一场中超联赛之后 今天国安队迎来了 这半个月以来的第四个课场之旅 尽管身体上的疲劳不可避免 但是从财场情况来看 队员们表现出来的心态 都十分轻松 对于和长春的比赛 所有人的目标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全取三分 明天对于我们来讲 是一场我觉得连赛当中 下半赛季的一个开始 所以我相信我们所有队员 也通过努力 一定会为下半赛季 打一个好的开头吧 长春的阵容有些变化 而且相信他们的新的主教练 也是会在下半程 跟我们相遇的时候 给我们制造很多的困难 但是两个队伍相遇 总是会有精彩的火花产生 所以我希望明天的比赛 很精彩 我们也可以把这三分 全取代回北京 尽管国安队刚刚在足协杯上 3比0淘汰了 未免冠军贵州人和 但是谁也不会因此 而忽略巴塔拉缺阵 给预连军带来的损失 对于曼萨诺的球队来说 如何在失去绝对核心之后 继续保持球队进攻的稳定性 将是他不得不面对的 一个巨大挑战 其实不只是巴布罗缺阵 还有包括大成和大成的缺阵 还有欣欣 现在也是伤势没有痊愈 所以跟上半程相比 我们有很多重要的队员 不能去出战 但是这不能成为 我们明天有任何表现不好的借口 我们明天会找到 11个最佳的出场队员 然后力争比赛的胜利 在调整好自身的同时 国安队也要对亚太的变化 做好充分的准备 毕竟在胡思帝 杨旭 冯仁亮等几大强缘加盟之后 长春亚太的纸面实力 显然已经脱离了保极圈的范畴 确实我们很了解 他们的阵容产生了变化 跟第一轮的时候 跟我们对阵的时候 已经是有很大的不同了 所以我们也知道 在对方的主场 他们肯定会给我们 知道很多的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明天是一场困难的比赛 肯定很不容易 但是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 体育频道记者长春报道 这是北京国安队 这个赛季第一次客场 面对长春亚太 但实际上国安阵中 一个新人 在本赛季上半程的比赛当中 曾经是来到过 金开体育场 打过长春亚太 而且还留下了 不是特别美好的记忆 那个人就是德阳 大明杨的围棋 德阳在金开体育场 到底经历了什么 下面的时间 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 边界回顾的一个画面 然后给大家再做一个 简单的介绍 这一场 当时那场比赛 打到刚刚开场 这是不久的时间 江苏顺天队的一次进攻 长春亚太在防守的过程当中 对德阳是出现了犯规 我们可以看 连续三名球员夹防德阳 这也能够说明 其实长春亚太的后防线 对德阳来说是非常重视的 是的 江苏顺天队凭借着开场之后的 这一球早早的取得了1比0的领先 其实这也能够反映出像谢指导 在刚刚给我们对这场比赛进行前瞻的时候所说的 就是你如何在开局阶段能够顶住对手的进攻 同时你能够抓好这种定位球 或者是一些反击的机会 先打破僵局 对于这个客场是很重要 没错 尤其是脚球 长春亚太在防守脚球的这个时候非常的松懈 德阳在随后打到70多分钟的时候 因为对对手的一个恶意的犯规 也是被裁判请出了场 离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德阳的表情 确实德阳对裁判的判罚表达了一些不满 但他也很清楚 自己的那一走伸出去之后 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其实这个镜头让很多球迷对于德阳加盟国安之后 能够在球队当中是否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脾气 打上了一些疑问 不过其实以德阳的这种性格 再加上我们看那场比赛一些前因后果 包括他在江苏顺天队当时的一个处境 其实我们说也对德阳来到国安之后 能否保持一个很好的纪律性 是一个乐观的态度 你说的非常对 其实德阳在得红盘之前不单单是被对手的一种侵犯过多 造成一种心理失衡 也是因为源自于江苏顺天当时在比赛当中也有一种打法 使德阳总是感觉到在场上有些别扭 拿球非常少 反映不出他自己本身的实力 所以说两者相加 最后造成他心态失衡 有一个走步的动作 那在这个时候呢 德阳来到球队当中 我们当然希望国安队能够以全主力的身份出战 巴塔拉在前场的这种串联号 他的得分能力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巴塔拉受伤 无法登场的情况 那德阳会不会通过他前两场比赛的这种表现 成为曼萨诺在战术上所重点一重的球员 德阳他真正能够得分的这种方式 其实是编路的传终 或者是定位球 所以说刚才咱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国安队应该快速的通过中场 把球传到两侧 两亿的形成边路的突破 或者说是马上形成一个快速的传终 这样德阳在门前这种包抄的能力 和他的身高的优势就会体现出来了 如果说你一味的打对付 中后卫的这种身后的话 德阳的速度并不是他的优势 往往使我们用不了两脚 就把球权一下就交给了对方 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当中 一种进攻的成效 在于中路拿球快速推到边路 形成边路的传终 我们光看画面可能缺少一些直观的说明 我们的编辑也是整理了一下 德阳加盟国安之后的这两场比赛的数据 两场比赛都是首发出场 除了打贵州那场比赛当中被换下之外 德阳几乎是打满了他加盟国安之后的 两场比赛的全部时间 两场比赛上了171分钟 取得了一个进球 八次射门 三次摄政 同时有一个助攻 应该说对于一个刚刚加盟球队 打了两场比赛的西元来说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数据 没错而且虽然说他跟国安队这些将士 有一定的这种了解度 但真正的在一起磨合的时间非常短 所以我说这个数据 对于大家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不错 国安这边有新元德阳加盟 但长春亚太那边 刚才我们在片子当中也反复介绍了 他是在刚刚过去的夏季的转会期 一口气的吃进了内外员 一共是三个新人 外员胡斯蒂这边了解德甲联赛的朋友 其实对他都有一定的这种熟悉和认知 在汉德维96的时候表现出了非常不错的 这种两个边路的进攻能力 但是这样的一名球员 也和很多这种介于一二流之间的欧洲球员 有一点相似之处 就是他无法去保证自己连续的这种稳定的比赛状态 那除了他之外 两名内员的加盟 在谢日岛您看来能够给长春亚太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这两名球员相对来说 在上半赛系的比赛中 确实冲场次数稍微少一些 很难能够让他保证 他以一个那种比较高的那种 或者比较好的那种竞技状态 投入到这种比赛中 我们现在了解他只是他以前的一种数据 但是我觉得这种数据 对于长春亚太来说 无形当中好像是一个信心的积累 所以这场比赛 刚才咱们说过了 就怕长春亚太不出来 他越出来 他身后的空档越大 越是管队能够利用的这种机会 好了 现在距离这场比赛开始 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 我们赶紧连线一下 此时此刻正在前方的 我们的记者刘小剑 请他来介绍一下 金开体育场现场的情况 小剑您好 9号被借了 主持人您好 我现在在长春的金开体育场 今天 今天我听说这个北京 已经进入了橙色预警 是温度非常的高 但是呢 在长春这边 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6度 而且在现在时间 已经快到晚上的情况下 只有20度出头 今天那个出现在场地的 国安队员穿着短袖短裤的话 一出场都感觉甚至有点冷 刚到场地的时候 一进来就是快步的跑了两步 所有人都是这样 所以说这种天气是非常适合 双方运团奉献一场高水平的比赛的 另外呢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休赛期里 长春亚太进行了很多地方的位置的补强 所以在这场面 他们也期待了主场 在国安的身上拿分 现在呢 通过昨天的发布会 我们了解到国安队的教练组和队员们 已经对这场比赛的困难程度 做出了足够的准备 那么现在呢 我来采访一下陈志钊 让他来说说这场比赛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陈志钊 上一场联赛 咱们是在河南1比2输掉了这场比赛 然后可能当时的场地状况 对咱们队的影响比较大吧 那你觉得通过昨天的采场 现在经开体育场的这个场地状况怎么样 亚太队的主场场地状况还是不错的 然后场地也草皮比较好 也算比较平整 你觉得天气怎么样 天气也很好 很凉快就20度左右吧 然后很适合去比赛 另外我们很想知道 就是说在巴伞拉受伤之后 然后上一场比赛 咱们是打得非常好 你是主要键做出了什么调整吗 现在你觉得那是一个偶然 还是咱们现在已经找到新的进攻方式 比赛上面也有很多 就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吧 因为是一道场地 还有天气 还有临场的发挥 然后这也是很多事情 一起加在一起 然后出来的一个结果吧 也很难说清楚是因为什么 那对于这场比赛的困难程度 现在有没有一个准备 然后教练在这场比赛 有没有进行一些特别的固质 也会让球员有充分的 就做好最困难的准备吧 因为亚太也是一支 不弱的队伍 好谢谢陈志昭 现在距离比赛的开始 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 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通过 网络了解了国安的手法阵容 但是为了照顾那些 现在还不知道手法阵容的观众朋友们 我现在还是先介绍一下 今天国安队的手法阵容 今天在门将位置上 国安队派上的还是杨志 在四个后卫线 在后卫线上有一些变化 李云秋是这个赛季第一次代表国安首发 两个中后卫的位置是徐云龙和朗征 周挺踢的是左后卫 然后两个后腰是张小斌马一骑 前掌的四个人分别是张成栋 邵嘉一张西哲还有德阳 主持人前方内容就是这些 好的谢谢小剑 谢谢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详尽的介绍 虽然由于现场的这个广播 放着手法阵容 有着非常大的噪音 再加上我们连线时差的这种问题 一开始的时候呢 小剑还和我们的演播室对播 稍显有一些不是特别的流畅 但是随后小剑也是从前方 给我们发挥了非常详尽的报道 并且呢是详细的介绍了一下 今天的手法阵容 那下面的时间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国安队 今天这场比赛 小剑刚刚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手法阵容 这个手法阵容 确实和我们之前看到的 连续几场的先发阵容 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李韵秋今天这场比赛 是先发出场了 打在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 那谢士导怎么看 今天这场比赛 国安队先发阵容的这个变化 其实李韵秋的出场啊 在以前的很多的这种 大家这种呼声当中啊 就一直以为他应该马上出来 但是我觉得在上一场 对贵州人和的时候 其实在最后20分钟啊 完全可以让这名球员在场上试一试 这场比赛 因为很久没有比赛了 打一个首发的位置 我觉得作为我来说呢 我觉得认为稍微有一些冒险 但是可能也是教练对这名球员 有一定的这种信任度吧 咱们说球迷对于李韵秋 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那今天的这场比赛 也希望运球上场之后呢 能够迅速的进入到比赛状态 然后在场上有一个非常好的发挥 这里也跟电视机前的球迷朋友 先说一个好消息 在下午刚刚结束的一场中甲联赛 第16轮的比赛当中 联赛排名第三的北京巴西 远赴客场挑战深线保击区的吉林研编队 最终呢巴西队是凭借着菲律佩的进球 1比1的比分和对手占平 确实这样的一个平局呢 也是继续让巴西队保持了几分榜三甲的位置 那刚刚呢我们也是对于 我马上开始的这场北京国安队 对阵长城亚太的比赛 进行了相关的前瞻报道 现在距离这场比赛开始 还有不到15分钟的时间了 而我们的解说顾问谢昭良 谢日导 此时此刻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已经是离开了我们的演播室 前往了我们的另一个转播的演播室 稍后呢 他将会和我们的我的同事魏东一起 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实况解说 我们也是期望着北京国安队 在这场比赛当中 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是哪几位幸运的观众 获得了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 首先恭喜手机尾号为 1397743的这位朋友 135手机尾号为5505的这位朋友 还有135手机尾号为5781的这位朋友 三位获得的是由我们为大家提供的 北京海洋沙滩狂欢节的平日门票 叫伪人一张 那今天体坛资讯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 我们期待着国安队在这场比赛当中 能够立足防守 保持耐心 最终给京城的球迷 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我们也期待着时隔两个月之后 国安队重回客场 能够带来